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 这个 我们学佛法那么久 时间也很长 那跟同门之间 彼此之间都有很深厚的感情 都有很深很厚的感情 那我是希望这样子 我们每一个人脚踏实地的修行 不要节外生枝 不要节外生枝 对什么事情也不要太去执着 像人家讲我们什么 或者人家讲我什么 或者是这个讲我什么 那个讲我什么 或者很多的世事非悲 其实都不重要 根本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这个师父跟弟子之间 都有很深厚的感情 那么用这个深厚的感情 来促成每一个人修行 都会有成就 都能够一步一步按部就办 这样子的走来 将来大家都会有成就 那你也不要耳朵老是听那些 是是非非就影响你自己 那么眼睛呢 你也不要说 你眼睛看到的就是真实的 不一定 很多事情眼睛看到的 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耳朵听到的 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当你感觉到的 我们现在是学佛法 以佛法为第一 其他为赤字 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一个修养 一个是修行 还要修法 修养 我们要有修养 不要传播是非 这是修养 修行 就是你的行为 不妄语 嘴巴 不乱讲话 耳朵 也要清净 纵然听到很多的 是是非非 你也不要再去想 最后呢 你终于能够有证悟 因为你还是佛法第一嘛 我们 虽然是佛在这人间 但事实上寿命也不是很长 很快的 你也不能够说 你能够佛作回去 也不可能佛作回去 所以大家都一样 不用那么太多的计较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 不用太计较 就一切算了 也没什么事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寿命都一样 都差不多 没有一个人能够佛作回去 在人间也就不用计较那么多了 好 今天谢谢大家 我们很快乐